然后这里我会教大家如何做一些设定 我有一些建议的preferences 大家设定了会方便你去做一个3D Printing的设计 然后我们就去Edit 去preferences 记得我们可以Enable Eliminate Lumpet 我自己本身在用Laptop没有Lumpet 我用Laptop去做东西的时候 我惯了用Eliminate Lumpet Enable了这个之后 其实你会看到如果我放了这个去 我去加小猫才算 我按一键便会去正面 按三键便会去左侧面 按五键便会转到视角 按七键便会看公仔的顶部 还有就是如果我按着Ctrl 选1 它就由正面变了背面 三键便会去右下方 按下Ctrl 按指 fren 可以降六键便会变相反方向 按下Ctrl 按按这方面它会到相反方向 2按鍵會有逆時針轉的效果 按著4按鍵會有逆時針的效果去轉 6按鍵會有逆時針 是有點奇怪 9按鍵會有呆 1按下0按鍵會有移動的效果 這個畫面 然後我們就按去Preferences 這個就是我Emily的lump pad有的作用 其實我即使用鍵盤入lump pad 我都不掛用上面的按鈕就會方便一點 我建議你先試這個方法 如果這個適合你使用就保持這個設定 再來加上我會建議大家 因為就是3D printing 按3D printing 檢查3D printing的toolbox 這個toolbox有什麼作用 還未出到 多人不行,我加上factory setting 重新再做setup 去Preferences Enablelump pad Add on那方面 按3D printing 3D printing的toolbox 已經出現了 我再調整個keystrokes OK,我們看看3D printing 這個toolbox 其實我們3D printing的模型 就一定要是watertight 我們要檢查 模型有沒有問題 如果檢查 其實non-manifold edge 出現了這個問題 即是說你的模型 不是密封 對,所以你要找那些位置去fix 其實它有些簡單的 tools 簡單的按鍵給你按 這個tools 你按make manifold 它就會嘗試幫你 封密密的口 但有時候你不是真的 只是miss了一個面 那麼簡單 我們之後會解釋一下 什麼叫manifold 有些如果你的問題比較複雜 你就要做很多tools 去fix 那個3D模型 這樣這個 未必真的會幫到你的 除非這個模型也簡單 如果不是 你只可以知道 究竟它在哪個位置有問題 你要想方法去fix 這個preferences 我看這個也比較多人用 這個bootubes bootub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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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如果我們平時用 一些modifier 用bootubes 其實用作用也一樣 這個就方便了你 按按鍵 但是同時 其實它多了一個叫brushbootubes bootubes 將來我們說bootubes 會再深入說這個tools 究竟有什麼用 我們去 講解了我們加了什麼add-ons 進去 其實我 最主要我們 調整個custom的setting 是想 去迎合 3D 的環境 的需要 你看到呢 其實我們在這邊 locations 或者dimensions 這些全部都用米做單位 但是實際上我們3D printer 基本上他們那個 打印的 大小 一般來說不會很大 我最大的3D printer 曾經都是去到 在家用的 都是30cm乘30cm 那個base 高度就可能去到40cm 即是說我們 設計一個物件的時候基本上我們都是 以cm去做單位 好像我自己用開一些光顧化的3D打印機 你當你好像iPhone 平時來現在 iPhone 或者 Tablet 那個 面板的 Size 其實大致上 都是 那些 螢幕的Size 的大小 因為我們現在用光顧化的打印機 很多他們都是用這些screen 去做了手腳 然後安裝了下去的3D打印機 那裏 令到 你每個 每一層要印的物件 的地方 它就投射了到那個screen 那裏 你可以打印 大致上的原理是這樣 所以呢 說回其實Size 我們就 一般以cm做單位 但我們設計模型的時候 會 會多一些details 所以我們會 轉為微米做單位 即是mm 我們要改回scale做mm 那接著我們要哪裏去改 在右邊這個properties的editors 你見到有這個scenes的properties 我們就要去unit 那裏 那你見到這個matrix就正確的了 但是unit scale 我們要由1米改為1mm 那就要除1000 因為1米就等於100cm 每cm就等於10mm 這樣成分 其實我們就要除1000 除1000就叫做 0.001 Enter 那你見到這裏所有的locations Dimensions 這些就轉了 0.00 幾 這裏還未轉 這裏我們用meters 轉為mm 那你見到這裏 單位就轉為0mm 然後 這個 Default的cube 它的size就由1米乘1米乘1米乘1米 就變了 2mm乘2mm乘2mm乘2mm 但你轉了這個之後 你見到後面的grid 不是很大的 其實它仍然是用1米做單位 那怎樣改回grid呢 我們需要 這個位置 Viewport的overlays 我們在scale 也要除1000 所以要 按0.001 Enter 那你見到所有grid 就走出來 每一個grid 一個格子 就等於1mm 你就可以很容易量度到 你做了3D的物件 的大小 好 還有一樣東西我們需要去set 我要去搜一下 在view那裏 其實你end那裏 你見到 如果你拉得太遠 那個物件會不見了 例如你 你弄的物件是 10cm高 但你拉得太遠 你放大了10倍 就已經不見了 我們這樣的情況 我建議你加多個0 CAMERA這裏 N我們就 都set遠一點 至少set1000mm 甚至乎再遠一點 甚至乎再遠一點 那這樣就不會那麼容易 在camera mode 放得太遠就不見了 OK 大致上 我們做一個 customize要做的setting 都是 差不多 如果你發現有什麼更加好用的tools 不妨呢 就在那個 preferences那裏加進去 那因為呢其實如果你去blender的market 你都可以找到有很多人寫了一些tools 那你買了你可以在這裡install install就選擇你那個 物件 即是你買那個add-ons 到底放在哪個位 例如我自己 就買了一些 add-ons 例如autoreg 我按install ad-ons 我按install之後 我檢查一下 它就會在 我的畫面那裏出現 OK 我們就需要去collection 我建議去調教一下 你看到右邊有這些 按鈕 我覺得就不太夠 眼仔 你可以把那個物件 那個object 讓你看到還看不到 這個相機就是在render的時候 你讓它能不能 Display 出來 其實呢 我們不是做render的時候 這個就沒什麼用 但是這個呢我就會建議 拼著這兩個 和把相機 就 Disable 當然啦 如果你是經常做render 你有需要用 你就不用Disable 但是我們 3D printing 的用途上 我們調教另外這兩個 那有什麼特別的呢 例如呢 我現在 開多一個 sphere 開多幾個 不同的match 出來 這樣先啦 如果我呢 想 就是 Disable 那我 Hidden了它 其實按個眼睛就行了 我們有些快捷鍵可以把你 Hidden了的東西 立即 召喚出來 我們按 Option H 或者叫做elter H 所有呢 Hidden了的東西 就會 出來了 我們平時把這些 H hidden了 Option H 就會出來了 但如果有些東西 我們很多時候 都未必會用 我們想收買了 其實如果我們 將 兩個sphere 按了這個電腦 將它 Disable 即使我們按 Alter H 或者叫Option H 其實它也不會 召喚出來 另外呢 這個箭櫃有什麼用呢 這個箭櫃就是 如果你 將它 Disable 其實你怎樣你都選不到 我們 Disable了一個sphere 這個sphere 我們怎樣都選不到 即是說這個 你怎樣都會存在 這個3D的空間 你選擇不到 除非你 Hidden了 這個單元 到這裡 來點 就可以了 我 我 你